美國全力打壓中共半導體產業 加上全球景氣放緩 中國晶片進出口數量全面縮減 中共海關總署昨天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頭10個月的晶片進口量為4580億火 年減13.2% 至於晶片出口量為2303.8億火 年減10.8% 根據《南華早報》報導 自從今年年初以來 晶片進口數量萎縮 1月和2月的進口量出現2020年初以來首次同比下降跡象 華府在10月宣布的制裁措施 禁止任何運算能力超過一定門檻的半導體產品出貨至中國 除非取得許可 根據《英國金融時報》的報導透露 中國科技企業阿里巴巴以及迫人科技為了避免遭受制裁 正在將各自最先進晶片的設計微調 以降低運算處理速度 報導引述相關人士指出美國早前公布的新管制措施 迫使兩家公司都要停止進一步的生產工作 並對各自晶片的設計進行調整 美國限制令設定的門檻是晶片的雙向傳輸速率 By Directional Transfer Rate 不得高於每秒600級委員組 根據美國研究公司 降至每秒576級委員組 剛好在限制門檻之下 而半導體研究集團Semi Analysis 首席分析師巴特爾 Dylan Patel 是最先注意到迫人修改了BR-100的規格 並且指出迫人嘗試 直由讓晶片局部失去功能來減換處理器的速度